2月9日澳洲安全情報局局長 塔傑斯在年度威脅評估會議上說 雖然這個政黨選舉候選人對外國干預陰謀不知情 但如果情報局沒有挫敗這種陰謀 一些被間諜釘上的候選人可能已經當選 然後他們將會被要求僱用外國代理人 或提供該黨在國防、人權、投資等領域的立場情報 雖然塔傑斯沒有指明策劃這種陰謀的國家以及涉及的澳洲政黨 但色尼神風暴在2月11日披露 多個國家安全機構的消息來源證實 中共間諜策劃了這種陰謀 而其中牽涉到新州的工黨候選人 澳洲安全情報局提及一令 被當地作為怪女實施陰謀的副相 在澳洲與中國都有深厚的關係 2月10日國防部長達頓 Peter Dutton在會議上提問期間說 中共及其政府已經決定好將下屆聯邦大選中支持誰 這是公開的 也是顯然異見的 他們已經選擇了這位人士作為候選人 達頓表示 他們並非指責工黨領袖阿爾巴里斯 Anthony Albanese 而正在針對中共政府發表評論 2月11日達頓在9號台節目中說 工黨現在正試圖改變口風 因為他們不希望國家安全成為選舉中的一個問題 但現實是中國共產黨的行為就是問題的所在 但聯邦工黨副領袖馬爾斯 在節目中反擊說 達頓試圖將國家安全政治化 他說